但是他却吓坏了这款消化保卫伞 没想到竟然出现发霉的状况 但是石药署到药厂检验 没有发现发霉 反倒是发现药品主成分含量不足 同批号2500多瓶 通通收回 有名叫消化部疗胃痛 想要吃味药 没想到吃了一款消化保卫伞 里头竟然发霉 是差点吃下肚 就是这款光南制药盈兰厂生产的消化保卫伞 爆出药品发霉 石药署到场抽样后 检验发现 这瓶药品主要是主成分含量不足 没有看到发霉状况 卖出的2500多瓶 已经流入市面 通通都要追回 它是一种复方的一个成药 那其中有两个成分 它解除的含量不符合它原来的规格 所以就等于是不补格它的产品品 那就要下架回收 怎么会爆出发霉事件 药室研判跟药品包装有关 塑胶罐装粉装药品 密封口也没有收缩膜 恐怕都是比较容易吸湿 又或是民众保存出问题 粉装药品千万别放冰箱吸水器 建议开封超过三个月就别吃了 台湾气候潮湿容易受潮发霉 还有里头的干燥剂也最好拿起来 到时候这个干燥剂吸湿已经饱和的时候 反而会把这个水分让这个药片吸收 那其实药片更容易这个坏掉 要是把发霉药品吃下肚除了轻微的腹性拉肚子 发霉常常伴随细菌 严重更可能引发败血症 那对于小部分免疫系统不好的人 他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发霉 其实也会伴随着细菌 其实也会置身 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到 所以严重的话甚至引发败血症 吃药不得不慎 民众服药抗焦率药客案宁定 竟然发现有一颗大小不一样 原来是药厂在药品转换时 没有落实包装轨道清洁 混到四绝失调症的相关药物 同品后卖出五万多颗 也得通通回收 用药钱多点留意注意保存 别把问题药物吃撒肚 记者看黄卫提采访报道